全国劳工联盟总会表扬108年模范劳工 高雄市长韩国瑜此次出席 感谢劳工朋友的辛劳付出 他表示市府相当重视劳工的条件以及环境和薪资 将落实劳动检查、安全维护等相关措施 保障劳工权益 全国劳工联盟总会在义大皇家酒店表扬108年模范劳工 高雄市长韩国瑜出席感谢力挺劳工朋友的辛劳 并表示市府相当重视劳工的环境条件 感谢他们的坚守岗位打拼付出 我的想法如果高雄的东西卖不出去 人不愿意来高雄 我们的经济没有办法起来 那劳工朋友这一部分 我请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我们劳工局的王局长 他也是非常热心于劳工 劳工界朋友的照顾跟帮忙 韩市长祝贺这次获得表扬的全国模范劳工 并表示就任以来体会到经济的重要 只要基层农民劳工生活无力 社会就会变得更好 将落实劳动检查、安全维护等来保障劳工权益 我们高雄大概278万人口 大概劳动力、劳动评论 也是将来130万左右 可以非常关心劳保年金的问题 那这里身为高雄市市长 我也在做完整生活还在 劳工局表示接受表扬的劳工 都是拥有刻苦精神 有特殊贡献的优秀劳工 也呼吁起业绩雇主 能提供更完善的职场环境 共创老资双赢 港东新闻张世民夏小新 采访报导